嘿嘿 嗯 哈哈哈哈 这人就能吃到明哥把一顿宵夜 我果然是聪明人啊 哈哈哈哈 佳佳 有一些喜欢的老糖酸菜变 妈妈给你泡啊 不用 晚上有人请我吃宵夜 我得留着肚子 哇 好羡慕佳佳呀 后面都不吃 还有人请吃烧烤 嘿 佳佳朋友都 有人请客很正常 你赶紧把书业剪干净 别突然啊 知道了妈妈 哎 还没说请我吃宵夜 怎么还没找我呢 你觉得 今天豆豆电话里的声音 轻奇快快的 不是不利啊 不管 先试个叫 晚上跟豆豆吃宵夜去 哎呀 不吃不吃 谁要这么多啊 拿走 哎呀宝贝 你就吃一点点啦 你宵夜还很久了 哼 我的肚子竟然只做烧烤 就知道了 怕了有烧烤香吗 嘿嘿嘿 好饿 哎呀宵夜 宵夜 9点钟吧 还不动啊 还爱吃不吃 你想练你就灌个他吧 灌个人是臭宝屁 哈 老公你不懂 旁有多大人才会有人请客 你看豆豆有人请他吗 哼 我懒得说你 宵夜时间 饿死我了 好 好吃 真好吃 林伯伯 你选拐的真大碗 嘿嘿 你皮真厚 既然冒出豆豆 就要换 不行 这个宵夜办不起 嘿嘿嘿 林伯伯 再给我来点牛肉串吧 嘿嘿 没问题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嘿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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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 好一个我佳佳 咦 咦 老公 都是你挂出来的 人家林伯伯是要请豆豆吃宵夜 结果佳佳骗给我们去 怪不得瓜瓜没找我 不会吧 又请的是豆豆 嘿呀 还知道林伯伯一千多块钱的烧烤 我现在去赔钱 再给我一个棍子炒肉 什么棍子炒肉 哎哟老公 叫做有宵夜吃不下了 炒肉给我吃吧 哈哈哈 天啊 从没见过 还有人体多想吃罐子炒肉的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佳佳你慢慢吃 你的美老师瓜可不多了 嘿嘿嘿 好的好的 嘿嘿 安全 嗯 我怎么感觉到豆豆凉豆豆的 不会是要倒大霉了吧 嘿嘿